深蹲怎麼做比較好 對就是說有沒有一些比較正確的姿勢 還有就是說 還有怎麼樣比較讓大家可以開始入門來做 找到一個舒適的狀況就好 那我們通常會說 就是你站著然後腳跟在地板 然後用力的夾著你的屁股 然後讓它張開到一個你比較舒適的狀況 這是比較符合你結構上面的一個站姿 那你站得太開或者是腳尖太開 雖然是會練到比較多屁股但是 這樣也不好蹲啊 對但是對新手來講是不太建議 是 跟髖關節同寬之後 髖關節同寬之後 就順著 可以髖先稍微往後推一點點放鬆它 然後蹲下去的時候 膝蓋要對著腳尖 要對著往外 然後站起來 然後要怎麼知道到底呢 什麼 要怎麼知道這邊到底呢 通常講深蹲的話就是 大腿跟地面保持平行 那全蹲也是可以練 全蹲就是整個蹲到你到碰到那個小腿 對 那我們比較想跟你說 對 就大概是這樣 側面 對 側面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子 真的你這個 你這個褲子是本來是被肌肉撐寬的對不對 對 所以說那除了深蹲轉還有什麼 就是可以推薦大家 比如說剛剛大家一直在問說想要練腹部啊 然後可是不是可以搭配一些運動 可以 腹部的話 通常 算腹部是一整條的 但我們會分成上下腹 去加練 那上腹最簡單其實就是上捲腹 就是把你的 上半身這樣捲起來的感覺 那要抓不到感覺的話 可以從你的 可以用你的手去想像他要去摸膝蓋 這樣子 捲到這邊 就好 然後就縮在上面再停個一秒 像我們有時候 之前有時候在練的時候 我們會用這樣手 很像那個許淳美的姿勢 會這樣子 也是可以 所以說這個 這個也是可以 還是說這樣子的效果更好 就是讓你手輕觸到大腿的這邊 這個是比較給初學者可以感受到的一個方式 哦 那 可能以前國小做那種仰臥起座會叫你整個起來 是是是 不太 就是不需要做到那麼多 而且以前還要叫人家幫你壓著腿耶 對對對 對啊 那這個叫做 仰臥上捲腹 所以它練到的是上腹肌的部分嗎 比較 你會感受到比較上層的 上層的部分 要是你是要練到比較下腹的話 比較下腹的 就是 你手可以墊在屁股下面 哦 對 然後去做一個 抬腿的動作 哦 就是 因為我們剛剛動的是上半身 對 所以說它練的就是 對 上層的這個腹肌的部分 對 所以剛剛提到 對 我們是輕觸這裡對不對 腳可以再踩進來一點 再踩進來一點 對 這個腳踩好踩慢 踩好 然後我們是輕觸這裡對不對 對 對 所以這樣子的組數大概要做多少 大概一組做個十五下 好 像這樣子嗎 對 有感覺到嗎 有耶 開始酸了 已經在酸了 對 好 這大概十五下 對 但是要做幾回呢 這個可以做個三組 哦 三組 那中間要可以休息多久 可以休息個45秒左右 45秒 到一分鐘 欸 那之前有人說說 像 有些人為了要增強他的訓練效果 是說要 要POSE停一下嗎 對 就是在上面可以撐個一秒 撐個一秒 然後再下來 對 欸 這個會喘耶 對 你還有九下 欸 你有在算嗎 還不錯還不錯 好 試試看下捲腹 好 所以你剛剛是說 壓在這個 對 這樣可以比較減少 下背壓力 然後 然後腳也是要曲還是說腳要伸直 腳趨的話比較簡單 嗯 那腳伸直比較難 所以看你要不要挑戰你腳 我當然是腳趨的囉 好 可以先腳趨 好 然後呢 一樣是 然後需要合併嗎 對 然後這樣 捲起來 對對對 很棒耶 這樣子捲嗎 對 然後下去的時候可以慢一點 所以這個也是要 就是 比如說上來的時候 可以這樣POSE一下 上來的時候 這個就比較還好 但是你屁股要離開地面 會比較有效 喔 所以那這個也是做幾下 對 可以做15下 也是做15下 對 啊下去不要休息太久 稍微碰到地面就抬起來 就抬起來這樣 對對對 你真的很嚴格耶 好這比較難 可以先 可以先不用說話 好好好 OK 對 那 OKOK 好 我們意思到就好 OK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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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